全国政协十四届一次会议 7号上午在人民大会堂 举行第二次全体会议 主要议程是 听取关于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 章程修正案草案的说明 举行大会发言 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 全国政协十四届一次会议 主席团会议主持人王沪宁出席会议 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 中央书记处书记石泰峰 国务院副总理刘鹤 以及中共中央国务院 有关部门的负责同志出席会议 全国政协十四届一次会议 主席团常务主席 沈月月 王勇 周强 帕巴拉格列朗杰 何后华 梁振英 苏辉 邵红 高云龙 出席会议 会议由全国政协十四届一次会议 主席团常务主席胡春华主持 会议首先听取了政协第十三届全国委员会副主席巴特尔做的 关于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章程修正案草案的说明 巴特尔就政协章程修改的工作情况 修改的原则 修改的主要内容做了说明 他说 落实中共中央部署要求 对政协章程进行适当修改 是更好坚持和完善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 加强人民政协制度建设和自身建设的一件大事 政协章程只有不断适应新形式 做出新规范才能更好发挥作用 推动人民政协事业发展 修改后的政协章程 总体保持稳定 结构不变 充实重要内容 完善相关表述 随后 十三位政协委员做大会发言 田宏奇委员代表民革中央发言说 新征程上 我们将充分发挥致力密集 联系广泛等优势 切实担负起中国共产党好参谋 好帮手 好同事的责任 积极提升新型政党制度效能 以更强屡职时效 为推进中国式现代化提供决策参考 林毅夫委员发言说 要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 积极稳定市场预期 充分挖掘创新潜力 大力开发人口质量红利 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 推动经济实现质的有效提升 和量的合理增长 苗维委员发言说 要发挥我国超大规模市场优势 和先行举国体制优势 大力加强关键核心技术攻关 发挥龙头企业带动作用 扎实提升产业链供应链 韧性和安全水平 前志民委员发言说 提升国有企业产业引导和创新能力 要积极发挥产业引领作用 加快推动创新型国有企业建设 完善董事会职能定位与运作机制 不断深化改革 提高核心竞争力 王玉委员代表全国工商联发言说 预期稳 信心足 企业就会敢于扩大投资 勇于开拓市场 期待相关部门协同发力 以务实行动优化环境 让民企大显身手 促民企行稳致远 张和成委员发言说 加快农业强国建设 要以农民种粮不吃亏为目标 以产业深度融合为抓手 以科技与人才为先导 以低碳绿色生态为底色 推进高质量发展 田刚委员代表民盟中央发言说 要加强拔尖创新人才培养的 顶层设计和贯通培养 建立与国家创新发展战略 相符合的高效分类评价体系 推进高等教育综合改革 张恩迪委员代表 志工党中央发言说 要深入推进能源革命 科技革命和经济转型 推动煤电减碳增效 抓紧落实国家氢能产业发展规划 统筹推进碳达峰碳中和 李马林委员代表民进中央发言说 要深入学习贯彻 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和中共二十大精神 持续提高流域生态系统质量和稳定性 写好大江大河生态环境保护中国故事 田向立委员发言说 中华文明有其鲜明的民族特色和永不褪色的时代价值 要结合新时代和实践要求 坚持古为金用 推陈出新 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 更好地融入当下 服务金人 传承后人 孙大为委员发言说 中国同东盟合作迎来新机遇 前景广阔 人民政协在服务建设 更为紧密的中国东盟命运共同体中大有可为 要进一步发挥人民政协平等协商的民主优势 团结联谊的功能优势 营造良好发展环境 高永文委员发言说 香港和澳门对中医药文化的认同感极高 港澳可以发挥所长 服务国家所需 积极参与制定中医药国际标准化工作 打造国际中医药贸易中心 推动中医药产业高质量发展 迪利纳尔阿布拉委员发言说 文化润江工作开展以来 新疆加强了考古与历史文化遗产的传承和利用 必须坚持正确方向 深入研究新疆历史和中华文化的内在联系 发掘各民族共享的中华文化符号和形象 让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根植各族人民心灵深处